尽管人类在公元前五千年 就开始遭炉破洞 尽管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步向前 但人们对于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最精细的体系大脑的认知 仍然只限于冰山一角 而有着不死癌症之称的癫痫 更是作为最复杂的脑部疾病之一 使得一代又一代医者受困其间 犹如在迷宫中寻陆 双色路管机照这个脑垫图 这两点头都是又停止右侧那些 而右边一坐其实冰造在这边了 这就特别的迷惑 虽然是对患者的案例分析 但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的周建副院长 却认为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破案 寻找要切除的电线造 总是比想象中复杂 而且里边还有好多这个线 你像我们这个抗电协会 还有一个叫福尔摩斯探案机 我们这个电竞闹是一个什么 电竞闹是一个异常放电的区域 电你也是用眼睛看不到的 你得通过脑电图来 普通这种异常的放电 那么脑电图呢 穿到过来出来以后 你接触到的是一大片的位置 那么具体是哪儿啊 因为同时还兼顾着 电线中心外科主任的工作 每个礼拜 周建的时间都被填塞得满满的 手术 开会 查房 带研究生 还有必须要出的三次门诊 真是不错 那看来孩子的发作够多的 你先口头上给我说说 平凡的时候会每天好多次吗 有 有 有 134都有 秀秀来自广西 虽然已经20岁了 但她现在的智力水平 还不如一岁的孩子 秀秀从出生七个月 就开始了无明显诱因的癫痫发作 一直在靠药物治疗 就在问诊快结束的时候 秀秀突然犯病了 不得起床睡觉的时候拿东西 滚 滚、滚、坚、拪意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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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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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vent、滚、滚干 17以后 咱们虽然把电剑给你控制了 但是智能等方面 就很难恢复了 其实 只要是 只要能做这个电剑 能工作来不妨做了 就 就是满意做 20年了 想起来这么酸 不知道怎么说了 只有心酸 只有自己知道 慢点慢点不着急 在秀秀妈妈看来 她养着一个孩子 比别人养10个孩子都困难 20年你说这个家 绝对不像一个家了吧 因为需要24小时看护 她只能辞去 自己十分热爱的教师工作 20年的时光 她从青年变成了中年 但孩子 却一直没有长大 后悔 我们知识面带财了 不知道外面的事迹是怎么样子 真的是耽误了27年 孩子的一生 真的是弥补不了 现在我觉得有点希望 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希望 对孩子都是好的 中国的地区 根据治疗 治疗 的一个现状 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你看中国有将近 900万到1000万的电影患者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患者人群 那么得到正规治疗的患者有多大呢 可能也就在三分之一左右 什么叫正规治疗 适合哪种治疗 你给他采取哪种治疗 这叫正规的治疗 不适合手术 你给人做手术 他讲不正规 适合手术 你就摁着他 让他去吃药 也不正规 萧萧的手术如期而至 我是他 好 他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电间的发作呀 他脑子里边这个电间灶已经很迷散 药物也不行 怎么调整也不行 又做不了切除症的手术 那么这个迷走神经刺激术 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一个手术方式 那么就是不进炉了 就在颈部的迷走神经的地方 产一个刺激器 迷走神经刺激术呢 做完了以后 不一定 它不再发作了 但是很大的几率 从频率上 从发作的程度上 会缓解 而且可能还有不同程度 它的智能 情绪啊 等等 可能会有一些的改善 如果是很早的就接受了这个正规的治疗 那有可能它的结局不是像现在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药物治疗也好 还是手术治疗也好 我们的最终目的 要改善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 让他能最终我们的融入社会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孩子很难很难 达到在融入社会 就是他的治疗 很难逆住 哭哭了啊 对对对 四岁的杭浩 明天一大早就要动手术了 好了 哭哭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住院的病人 只能有一名家属陪同 所以杭浩的爸爸 此时 只能站在窗外 看看儿子 这小家伙 还哭吗 不哭了吧 作为杭浩的主治医生 按照以往的经验 周倩觉得 有必要在术前 告诉杭浩的父母 一个他们可能 接受不了的事实 明天手术了 很可能要做半球性的手术 你刚说到 那个半球是什么意思啊 大脑半球手术 如果你这个血管 这个病变 已经涉及到支配胳膊 活动的区域了 就是这样半球 都得要做掉了 这小家伙优优优独播剧场—— 虽然影像学上显示 航航的病变范围 并没有涉及到大脑中央区 但是经验告诉周倩 往往开炉后 会发现实际的病变范围更大 所以航航的手术方案 很有可能会从多脑液切除 变成大脑半球切除 我对你接受不了当时 头一次听说切成半球 我根本就想想不到那种事情 我跟你们说 你现在的这个病变的血管范围 在片子上能看到的 是这个范围 提前让家属知道会发生什么 也许就会少一些恐惧和不安 就这样 周倩连画图带解释 半个小时过去了 就得做半球性的时候 这地方都要拿下来了 如果我们不做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要有更好的办法 不但你们要选择 我也会替你们选择了 但是有吗 没有啊 因为脑子里有这个病变嘛 是不是 我怕你啊 这个孩子耽误 我们不做手术 直接回家也行 但是想到如果回家的话 孩子如果再犯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做手术也许对她 是更好的选择 没有退路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全都不行 所以那些全部的 挺起往上移了一下 我一定会误会 我一定会用到这个人的 勤讯会 你会用到这个人的 我能不能创伤 我一定会用到这个人的 发生了个人的 我一定会用到这个人的 水扩 给大家看 我 在这里 有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神经和血管 除了你要切的一点 剩下周围的一些东西 你一定要给保护好 尽量地减少出血 还要时刻提防 周边密布的神经和血管 周见就像在一个布满炸弹的雷区里 一点一点地 开辟着前行的道路 所以在切的时候 你必须得知道 我下面将要看到什么了 我下面有可能是什么结构了 那么我这个手 像他们是轻的硬 是深的浅 而且坐到那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功率 就给调整 看我呢 咔嚓一个木头 在里边 一直在做 其实脑子里面 不停地在做 整整四个半小时 周见就保持着这个姿势 几乎没动一下 曾经最长的一次手术 他在显微镜下 一坐就是六个小时 我觉得能上手 显微镜底下 你怎么也 至少得十年以上 第一个是 你对这个解剖的认识 第二呢 因为显微镜啊 做取手术来说 不像我眼睛看着 我就这么做 它不是这样 它是眼睛看着镜子 手在这做 还是就是不容易 不像你直视下去 做这么容易 我们花得早 人用远过度 而且显微镜 你的光 比我们自然光要强 这个眨眼的频率 比别人都低得多 可以自然 能否做个屁的都很大 行 大家挺顺利的 这就行 只有建筑刀的部分结束了 但随后的关炉阶段 还要再进行至少两个小时 我们天天早晨一个鸡蛋 一个小烧饼 和拌揽馒头的 按周健的话说 他从小是在手术室里长大的 他的父亲周恩德 退休前是成德医学院 附属医院麻醉科的医生 这是一位在医疗战线上 奋斗了快五十年的老大夫 我小的时候大半夜 我门间还住平房呢 都喀喀喀扣锁在那儿喊 周老师有手术 周老师有手术 真是经常的 就是刚回来 刚端起碗来吃饭 就说那个右手来找来了 说不行 那个那前都没有什么电话什么的 都是人跑着来找他 治病救人呐 人的生命是第一点 那会儿我真是心情挺纠结的 要看他弄辛苦 我不愿让我儿子报医 那时候好像是上大学当 半年了还是一年了 半年 他那个回来的时候 他就找我 找我因为我是手术 妈在磕嘛 他朝他爸爸要手术线 练打结 不是一般的练题呢 有空就来 有空就来 他说这些事好像都迷了 他说外科医生肯定是要做手术的 他说我现在就开始练打结 我等我毕业了 我肯定能提高点速度 还有一个 他轮科完了嘛 他跟他父亲商量说 爸爸我要上脑外 后来他爸爸说的 外科这个工作吧 相对其他科来说 风险就挺大的 说脑外加个更字 说你呀得考虑好了 你得有私下准备 我说我们家父一辈子一辈 都奋斗在这个医疗战线上 我非常了解他们的辛苦 我不是单独给周健 我说我给医生定个一 他们是穿白大褂的战士 小病也看 在北京也看 一直都没有看好 而且也被骗过 就从那以后 我妈就不再给他看了 就认为这个病毒看不好 花了很多精力 花了钱也没用 所以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吃药 张欣是个眼科医生 这次和父亲一起 带着哥哥来看病 哥哥38岁 患癫痫38年 最近紧压 他身体越来越不好 他每天都会发病 周健院长看完以后 他建议我们手术 其实我们最一开始 就是奔着这个调药来的 所以这个手术呢 就是比较 抵触的情绪比较大一些 你看他脑子 现在这边都烂得 就差不多了 这种情况呢 用药能控制 可能性就极小了 所以你治疗他 唯一的希望就是手术 对一般的正常的人 你可能要顾及一些 他现在不用顾及了 因为对头智天已经这样了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手术 没人跟你说 做完手术百分之百不抽了 我只能给您说一个概率 这个概率90%以上 38年了都像现在 后果的话咱们就说 三岁八个月的时候 你做手术 孩子绝对不是这个状态 他本身这个电间放电 就造成很多很多的功能 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手术呢明天是这样的 早上六点来接 时间总要开始了 这件我麻醉准备 张欣即将为哥哥明天的手术 签上自己的名字 虽然这是一个迟到了太多的决定 好的 我看有咱们的病友在申请发言 大家不要点发言申请 直接把问题打在屏幕上 正是因为对癫痫这类疾病认识的贫乏 才造成了很多的人间悲剧 为此 医院常年开设了线上议诊活动 而周健是持续议诊时间最长的医生 一种是吃药 吃不好 还发作 这是一种叫药物男制性癫癫 再有一种是脑子里有病灶 结构上有异常 今天的疫诊在线网友有222人 周健分析了20位病人的病情 回答了40多条网友提出的问题 小方的儿子晨晨虽然快八岁了 但已经有四年的癫痫史 最让小方崩溃的是 全家没有人支持她给儿子看病 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种看不好的病 让她认命 让孩子也认命 因为偏家里人只是到省城济南看病 所以小方说 她务必要在当天晚上坐高铁到家 此时 她拿着刚出来的检查结果 着急地找到了周健 这两个地方 但是额叶的可能性更大 额叶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 但是头皮脑电图嘛 它就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 咱们现在这些检查只能精确到这个地步了 那下一步到底是在额叶还是在捏叶呢 估计就得放电极了 你要想考虑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得找到电剑灶 找到精确的电剑灶的位置 只能通过颅内电极了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颅内电极也属于手术 但是它是不开颅的手术 找到这个位置把它的切了 不但你这些功能可能没有损伤 反而又比你现在还好 你要每年我们做四五百例的电剑手术嘛 统一出来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比例 低于3% 尽管在周健的细致讲解下 小方已信心满满 但之后传来的消息 是她的家人 仍然不同意这样的治疗方案 还是想继续吃药 并认为孩子成人后再手术 可能会更好 这个治愈率啊 随着你的颠间的这个 病程的延长它越来越难治 它有可能犯化呀等等 这些这些情况 其实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等到成年呢 因为这个颠间发作的时候 对人的这个损害很大 但是它不发作的时候 脑子里边也时不常的 有这种颠间放电 这种间接器的大量的放电 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智能神经 心理发育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心里也挺矛盾的 真的看的就是真的是 适合外科而不适合药物治疗的 有些家属他就选择药物治疗 我们也不能为例 学习第一名 学习第一名 初步三年到现在没有再发布 今年的三月份已经把药物治疗 这次就还做了 你看这小孩刚才 学习第一名 咱们那个小孩做完那个手术那个小孩 得的是什么赢 数学竞赛 数学竞赛 这什么也不影响 而且这不但不影响人家还真的很棒 小行行也度过了术后最难熬的时光 恢复得越来越好了 但是半球性的手术一般来说 在儿童做的可能要度于成分 因为这儿童呢 他有一些功能损失 他的代偿的时间还长 还有全部的或者部分的功能还能带着 没有周健的话 我家小孩就退了 他因为他当时挺严重的 这个八个月就动手术的小宝帮 今天被爸爸带着 专门来感谢周健了 我们就这么一个男孩 当时有这个病 我们做家长的家人都崩溃了你知道吗 之前的话就是 有时候一天会发作几次 而且那发作的话 就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晕过去了 他们给我描述的就是反正口吐白沫 然后眼睛翻白 手脚乱抓乱蹬的这种 所以这方面的话是非常感谢周健的 他就像那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今年初刚结婚 这次是他爱人 他老公陪他来的 以前全是他妈妈陪他来 那么如果这个癫癫没有控制好 他本身自卑 他连找朋友都不找 更谈不上结婚了 你说这个患者 通过你改变了他的生活 甚至一个家庭的这一个未来 我说真的是极其高兴的 没有那么大的需要 但是这个地方都是金属的危险 一些那个 一个医生到这个年龄 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 最应该总结的时候 华国民院长是周健的硕士博士导师 在他看来 周健不能只做一个会看病的医生 还应该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一个好的医生有管理头脑 他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 可能不但有利于医生 也有利于病人 更有利于国民的健康 顶尖患者很多嘛 我希望每一个顶尖患者 都能尽早地得到正规的诊治 尽早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这些感觉 最后面 Berry 有点荒 Rhobain 也有什么ral exponent 我来说 我来说 有名字 我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